天亏掉了最多的钱 十八百 自己掌握的资产 白球石头 反之手够吗 八倍 八倍镜花的最大的 三十多 其实我还是买多少的东西 单说 就是我喜欢这么大 是截止呀 等问一下是几克拉 三三四 能看出来哪些拜金的女孩 来接近你是有其他目的的吗 能 怎么看待门当户对 这个其实不是很重要的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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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薇薇 距离我发布第一个视频 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 其实自己也没想到 发布的那个视频 成为了B站的爆款 有了将近三百万的播放 蛮受宠热惊的 在这期间 我其实也发布了 两个其他类型的视频 但是架不出很多小伙伴说 哎呀 我还是想看看 更多的跟你房子相关的内容 因为感觉一个视频 还没有讲透 这次就响应大家的需求吧 再出一期 跟我房子相关的视频 就在这里 很大的扩大了 我的交友圈和社交圈 这是我以前也没有想到的 就这里的邻居都非常的nice 基本上在电梯 在会所 在健身房遇到 大家都会很爽脑的打招呼 然后聊几句 在这里会觉得交朋友很方便 因为大家都不太设访 这次这期主题 其实就是要拍 我在汤池衣品认识的 其中一个邻居拍他的生活 那等会儿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到底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拜拜 设计的第一个环节是快乐快达 真的 我以为你会选A 我们的提示都不能改变 A是你永远都很有钱 但是你无法改变颜值 B是你永远都很穷 一直在社会底层 但是你长得很帅 那我选A 不好意思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财富还是 对自己有成就感一些 那我也要选A 为什么 就我可能跟一个很漂亮的人 去待一起 然后他如果没什么幽默感的话 我可能会待一天 但是如果这个人很普通 但是非常非常的有幽默感的话 我可能会待很久都觉得 非常的有意思 我选A是因为 如果一定要选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是没有发言权的 连说话声音都没有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人去看到你 那个所谓有趣的灵魂 我自财习惠 而且你知道吗 我的还是全素材 请我爸妈吃饭 非常的朴素 那你先说好了 你还比我多好几个 那你是发生了什么 是买鞋子 三双有些联名的 它我觉得也算投资吧 它以后可能是更多的 都是往上涨价 对 投资和消费的界限是很难 很模糊的 像我也是就是买包 其实像香达尔的包 它是每年都在升值的 还有爱马仕的限量的 对 我也说不清这是消费还是投资 但是买的那一刻 其实本质是喜欢 就是想要去使用它 不是说只是为了投资 那可能那就有消费的属性 你家里的一些背景 可以聊一下吗 我们爸爸妈妈是做最开始是做高速啊这些 然后后面就是转到商场 然后再开始做投资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家里好像算是比较有钱的 因为小孩其实一开始对这些东西是没有太大概念的 就高中左右吧 是什么契机让你发现呢 就开始去做一些投资了 就你发现家里面会去买很多东西 买公司买什么买房子 对会买一些画啊艺术品啊这些 家里面喜欢然后就买过来 当时买可能几万块 现在可能都是100多200多 你还有什么烧钱的爱好吗 有用卡比较贵吧 可能一年10万块 为什么不同的用卡是不一样的吗 觉得是普希啊是比较好的吧 然后它的水每天会换15% 然后每天都会消毒 然后真的也非常小 然后健身房 斯巴全部都有 来说说车的那一趟 就是买过什么车 就是买了 买了半年过去的那一趟 我觉得还是舒适了一步 因为出现的话也不会做很丈夫的 现在就是专注在Alpha身上 对 那你自己最近花的最大的一笔钱是买什么 手花 大概会想买什么花的 好多 30多 那时候也母亲结婚了 就是也送给妈妈了 现在你呢 可以掌握的资产是大概多少 白手石头 购买一个手 两只手购买 8倍 我们其实才刚刚就是做事情嘛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慢一点是好事情 当你盘得很高的时候 你往下面走的时候 你就是心里面驾驭不了那个路 一天亏掉了最多的钱和赚到最多的钱是多少 8百万 曾经一天亏了七八百万 那赚的最多的 百两百 亏掉八百万的那一天你在想什么 就那几天还是就是有有变化的 但是反而那个时候就你会更多的关注 就你身边的人 那那几天你会什么找朋友借酒消愁聊一聊吗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过去了 看完这部分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金钱观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第一就是他投资上面会更大胆更从容一些 特别是今年因为疫情 说一天最高能够亏到七八百万嘛 但整体他知道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而已 所以他并不是特别的惊慌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一段蛮焦虑焦焦的过程 总之来说就是我们对短期风险的厌恶程度是不一样的 第二点其实我们有点类似 投资跟消费的界限是相对比较模糊的 比如说投资一些画 你买了它 把画摆在家里面装饰你的家 同时它又能赚钱 这点就真的让我感触很深 所以有些人他越买越有钱 不是说很多资产特别多的人 他们小气或者吝啬 是他们因为会赚钱 所以他们知道每一分钱的价值是怎么来的 就算是他们去消费也充分的考虑 消费背后的投资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聪明的逻辑 那几个女朋友都是怎么找到的 然后介绍 然后或者是工作 或者是就是偶然遇到的吧 偶然遇到的 你会有那个主动追的过程吗 当然 怎么追 尊重女孩子吗 那就是女朋友喜欢什么吧 衣服呀 或者是钻石戒指呀 什么的我觉得 钻石 就比较寓意比较好吗 OK OK 我替大家问一下是几克拉吗 两三三四 你能看出来哪些拜金的女孩 就是来接近你是有其他目的的吗 No 怎么看 比如说我给你要一些东西啊什么这些 认识几天就要吗 对对对 可以了 一两天 对对对 一天就要 对对对对 那什么样的女生你绝对不会去交往 整容整得很严重的 那对于他的所谓的外在的学历啊身高啊 相貌你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正常身高就好了 不要太高一个男的一个压力 说还是性格吧 脾气平性 我觉得简单一点都挺好 说的好像都没有什么要求 我们B站的小伙伴看了之后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就是你怎么看待门当户对 就如果这个女孩真的是 所谓家世跟你差距非常大 你OK吗 你父母 这种其实不是很重要 那你说扎克伯格跟他老婆会打很大吗 因为他自己的角度觉得很好 很平衡 他老婆也非常非常的有慈善之心嘛 就没有什么不要很闷闷 对那你自己给自己的限制 反而是把自己给掀死了 第二部分是聊聊子偶观 他后来告诉我 只要这个女生是有修养的有教养的 然后聊得来的其实都OK 然后他跟我说他非常向往 扎克伯格和他妻子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这种两个人一起打拼的经历 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自己创业自己努力的意义 就是希望在自己不断前行的过程中 遇到跟你志同道合 并肩前行的那个伴侣 而不是找到一个人 他在高点你在低点 然后你坐享其成 其实有时候两个人同意起跑线 相互扶持相互支持 彼此鼓励的那种状态是非常好非常棒的 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向往的状态 你听说你疫情期间做了不少贡献 也算贡献吧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从瑞士 其实挺多口罩的 我应该是靠前的第一批到这个国内的 然后到了时候给上海发现 就是那个医生有挺多朋友 然后都记了几次吧 那这是出什么考虑到做这样的事情 就很真实的讲 我觉得人情世故吧 他们也不会就是去给到我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心里面会觉得 就健康是第一位的 可能给到他们 我觉得也挺开心的事情 因为我疫情期间我也在做一些事情 要一些物资给到 后面我发现很多时候就卡在内 有很多关卡上 对所以我很多医院的好朋友 因为直接认识 就给到他们还比较方便一点 你有什么圈内的什么明星和大佬的朋友 我刚才给你看 对 选童 你过来了 选童去你们家吃饭 经常去 马维图 终生有福 官府都督 他记得前几年在上海中心做他官府的时候 然后也是一个朋友带过去一起吃饭 他自己讲话也很幽默 生意上我觉得更多一点 保利拍卖的董事长 美图秀秀的蔡总 那你在这里还认识了什么有意思的邻居吗 有几个上市公司的子女 人也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这里还是蛮适合 就是 过充后务权 大家也很带死 财皇他我还蛮有感慨的 第一他是一个非常谦逊谦卑 有修养有礼貌的人 然后很多关于家里公司的一些经营情况 也不方便问的特别细 但他真的已经在自己能说的范围下 已经说的非常详细 具体了 真的就是聊到身边资源这一点 这个是我觉得他非常幸运的 他做投资 看每一个行业家里都有亲戚 叔叔伯伯 或者是父母的朋友 能够给到他一些指引 家中的人脉网已经是非常密集 能够有人带着他去找最核心的资源 但对于自己奋斗的小伙伴来说 打入一个圈子从零到一 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 我自己刚出来的时候找客户 打很多陌生的电话 或是去很多的会场 各种专栏会去找名片 一个个人递名片 非常辛苦的在逼低 那时候也是蛮希望说 如果圈内有一个认识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 能够帮我引进一些人 我是有能力的 只不过我缺一条 通向这个圈子的一条路而已 他对事业从容的态度 以及他能够不惧怕短期的风险 这也是我非常羡慕的 我还是稍微有一点患得患失 之前我们会把富二代妖魔化 大部分富二代还是非常非常努力的 因为他们身上也肩负着压力 二代对于整个家族来说 还不是一个特别稳定的一个阶段 但你真的像那些 比方说奢侈品集团 他们可能是 五百年之前就成立了 家族已经到了三代四代 靠家族的信托 就可以有一个月几十万 甚至更多收入了 但是像对二代来说 家族企业其实还没有那么的稳定 还是要自己不停的拼搏奔斗 所以他每个周工作也是五十多个小时至少 每天也在不停的看项目见人 保持一个工作上的节奏 创业很难 首页是更难的 每一种奋斗过程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像之前看了一部纪录片 那个纪录片很多富二代说 既有时候会失去人生奋斗的动力 因为你会发现 你不管做什么都无法超越 你的家族集团做出的成绩 像那个富二代女孩 她是骑马的走马术的 那大家都会说 因为你家里有钱 你请的老师最好 你的马最好 所以你才能够得冠军 不是因为你努力 所有的成功 世俗人都会觉得是 因为家里的积累 而忽略你的努力 你的天赋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也蛮难的 每一种人生都蛮难的 那大概就是这样 下一期视频 你们想看什么样的内容 也可以在评论中告诉我 如果还想看 跟邻居相关的系列 我们去探秘邻居的生活 我们也可以继续行动起来 那先这样啦 拜拜